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一个烟灰缸砸出高空无主队务赔偿第一案 人昏也不行了脑花已经打出来了 连作起诉12年执行受阻 我是百分之百的冤枉他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冤枉 如果这个人当时是死掉了 是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 一边是生命和人性 一边是正义与公平 一个烟灰缸引发的序案热线12即将播出 2000年5月11日凌晨一点左右 重庆某公司董事长郝岳和朋友在小区楼下讲话 被一个从天而降的盈辉缸砸中头部 婚离75天 智力智能受损 司法鉴定为八级伤害 因为无法找到具体侵害人 好月把开发商和案发地的24户居民告上了法庭 前案富翁被盐辉缸砸成弱智连作起诉 这样的消息被迅速传播 以示轰动全国 此案被称为全国首例高空无主坠务连作赔偿案 不仅在民间 在当年的司法界也引发了一场地震 当年的官司以郝岳的胜诉告中 却遭到了被告的强烈不满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50岁的郝岳突然找到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申请恢复执行 称颜辉缸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而他目前得到的执行款总共不到两万元 赢了官司赢了钱 实际上并不是为你这个钱的这个社会的功德 自己非常要一种功德 对 我并不是为这个钱 你拿钱的我觉得没好多意义 我来讲 你不执行他也不对 其次讲 虽然郝岳从昏迷到现在 基本能够正常生活工作 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但他经常头痛 还留下很多后遗症 反应速度慢 讲话词不达意的 给家庭和事业 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他在头盖骨打掉了嘛 就里面按了两块柳金玻璃的 就这样的 当时是用了六颗银针跟他固定的 他这样就说 每天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很平的 到了晚上下午他就会噎进去的 他以前脾气很好的 不会发火的 就自从出事以后就说 要是谁跟他有不同的意见 他就会打人的 当年的千万富翁 如何从一个从天而降的 盐灰钢下死里逃生的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为何说 自己赢了官司 但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公平呢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我们常说一句话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是呢 却没有任何人拦得住 天上掉下了盐灰钢 这不 这个热红钢就砸到了重庆的 郝先生的头上 那么这一砸不要紧 不仅呢 在公众和法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而且还砸出了我国首地 高空无主坠物的连坐赔偿案 出事之后 郝月夫妇从学田湾正街搬走 这一次重回案发地 两人不胜唏嘘 而当时与郝月在楼下说话 唯一目睹了案发经过的李先生 跟记者讲起了那晚的情形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两个百龙门镇 白了白的就是突然一下 一个响声的东西撞到一个箱子 箱子上面撞到对面的地上 回头再看人倒在地上 赶快就叫了人 然后再去看东西 最后发现一个烟灰缸 李先生说 哪天他和郝月正好站在这个位置讲话 一个东西砸到路边商铺的箱子上 引起了他的注意 等他回过神来 直见郝月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场昏迷 李先生赶紧通知了郝月的家人 感到怨气就看见他在那个 那个推车上睡着 人昏迷不醒了 当时就大小便已经失禁了 医生就说家属多准备一点钱 就说脑花已经打出来了 当时会是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 就在郝月受伤生命颓微之际 但八地已经来不少人 很快上青四派出所出警 带坐了一个重约3.8斤 直径超过10厘米的三五盘烟灰缸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烟灰缸完好无损 这一点在后来打官司时 引发了各种争议 而在当时好家人根本还顾不上这些 当时医生就说 就跟他做创伤亲民 就说砸破以后把他的脆的骨头啊 一些什么亲女出来 2000年郝月36岁 已经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 手下约有300个工人 资产上千万 在被烟灰缸砸中的瞬间 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第一次手术之后 郝月依然陷入昏迷 她的大女儿正在读小学 妻子还怀着三个月的神月 比较近的人就说 她这样子了 要你再生的小孩 托起就比较困难的 但当时那个时间 真的没有时间 让我去想自己的事 想这么多事情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每天很多事情要处理的 你不去是不行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愿意回应 那时候 当时给我的感觉 她跟我的感觉 反正我也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说 年龄太大了 她死活我都不知道 我心里都没听 我也不敢跟我嫂子说 她又怀着孩子 那时候 我们家的底娘都没了 就那种感觉 转院尝试各种治疗 在昏迷了75天之后 郝月和家人一同创造了奇迹 她刚醒了 她刚醒了就只能撑眼睛 什么的 就叫她吃饭的 什么不清楚 她的名字也不认识 父母不认识 小孩啊 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 郝月奇迹般的苏醒 给全家人带来了希望 接下来就是艰难漫长的 康复训练 练习走路 练习语言 恢复记忆 怀起小孩嘛 挺大的个肚子 就说还陪她去做高药养 当时她不去 就像小孩一样不去 我们就在家一上 就 我 我要她去嘛 她不去 就说我们有个 扯 妈妈扯着的 大概有过多小时 那是这样的 她平时不会这样做的 按照医生最初的判断 郝月只能恢复到 两岁孩子的至上 然而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经历了两次手术和后续治疗 花费了十几万元医疗费后 奇迹再次出现了 郝月逐渐恢复 但她的人生 还是发生了太多变化 以前工作的时候 有三百多人 现在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 影响肯定很大 商场是八级 一个是记忆领 然后过分别还是下降 像我说话 以前我曾经说话的话 我马上都可以回答你们 现在你说话 我要想一下 那个人看见她的话 看见我哥哥现在的话 我过去她可能应该会泪疚吧 那边起码的良心 我不知道她也有没有 其实如果当时她 如果我们知道是谁的话 我就杀她 我当时杀她的心都有 跟着说是杀 她完全就要护得她的后半生 一年之后 郝月的身体逐渐恢复 郝月逐渐恢复 郝月逐渐决定 我看过又摸过 拿来都非常传奇 看着 都见得是不是那家里 所以指纹都模糊了 你们取不到指纹 无法提取到有效的指纹 就意味着找不到具体惊骇人 警方将原因归结为围观群众 但好家人似乎并不认可 我肯定不满意 我觉得都 咋说呢 都 我们反正没去破坏她 都守着 都有那个尝试 知道 但是后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确实搞不懂 我觉得还是 当时人们的意识比较差 而且没想到有这么厚的 严重的后果 所以当时 证据啊 事故方面的 就没有保证得这么完整 警方经过侦查做出结论 排除了人为故意伤害的可能性 然而对其理由 上清次派出所 并没有给出解释 在无法确定具体侵害人的情况下 2001年8月 郝月将雪田湾正街65号67号 连接二楼到顶楼的两个单元 共计24户居民 及开发商 告上了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要求共同承担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等 共计33万余元 看到现场 站在那个罗斯5号和罗斯7号 两个单元 中间的 所以为啥我们起出两个单元呢 就是这个道理 59号甩过来 他要朋友当 他是弹到箱上 但我头上的 凭他的那个 因为这个一个无理原理 凭他的那个受伤和国度 不可能是无事就好 郝月夫妇在同一个小区住了十几年 和不少被告都认识 坚持打这场官司 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老孩子嘛 小学要比你的时候嘛 就那个小孩就在 就在班上就说 你们父亲成了弱智了什么的 小孩回家嘛 就找我哭嘛 就说不想去上学了 我是百分之百的愿望 他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愿望 我肯定好想不通 每个人呢 三十六岁的时候 青春年化的时候 干失礼的时候 马上也都给人家 都抢个哈子了这样 当年因为缺少相关法律 此案引起了公众和法学界的各种热议 不少居民情绪激动 一一辩解 自己并无责任 我家每一人员会员 我都睡觉了 没啥 没啥那个人东西啥 都睡了 哪里的 我说这是一个人的良心到的 对不对 我们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2001年12月 与中区法院做出判决 不足为实际使用人的开发商 和案发时已经搬离的两户居民 不承担责任 而根据过错推定原则 其余22户居民各赔偿8100元 共计17.8万元 所以说过错推定的原则 除了提供证明你自己没有伤害赔偿的行政行为以外 你还要说出谁是新建行为员 这个才能够免责 那我们采取的是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的证据的话 这也是一个证据优势原则的一个体现 那么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推翻公安机关做出的证明之前 我们肯定要采用的是公安机关的证明 至于当事人的辩解呢 他应该提供自己的相关的证据来印证自己的辩解 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呢 是基于公平的原则 第二点呢 是基于就是说防止类似损害事件的在此发生的一种考虑 各被告不服判决 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2年6月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22户居民均拒绝执行 后来法院向部分被执行人所在单位下达了裁定书 有两位被告交了全额执行款 有一位交了一千多元 这些年好月总共拿到执行款共计一万七千元左右 这个数字和他的损失之间显然有着强烈的落差 是他们觉得冤 但是我不是冤 你要能够回到重前 把他给我回到重前 我给他们钱 我愿意 能够回到重前吗 他都毁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他们的功德现在呢 要是那不往外面扔东西的话 他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不坏 他肯定比现在过得好 而且他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好 那正是他事业比较辉煌的时候 这很两个不公平 我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完全也就跟没办法弥补的 我是是 我可以让他省事 我是上一亿的省事 不是是 不是为这个事就要的省事 2013年 因为各种原因 法院终止执行 此后郝余的妻子称 他多次联系法院 询问进展 但时间太久 当年工作人员的职位 都发生了变化 每一次都不了了之 这一次他正式向法院 递交恢复执行申请书 还是想寻求一个公道 经此一难 郝余夫妇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继续坚持做生意 资产也逐渐恢复到一千万计 但他们强调 现在他们的经济状况和14年前不能相提并论 而且他们坚持恢复执行 想要的也不是这十几万元 而是一个迟来的公道 这就是一个烟灰缸引发的血案 那么您对这件事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渴望听到 方式是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两位嘉宾介绍一下 杨延超 杨律师 张春卫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 实际上这个案子 最终判的这个结果是这样 简而言之就是 我找不到谁扔的烟灰缸 但是你们这两栋楼的居民 很多人都有可能扔了这个烟灰缸 既然我找不到 那么所有的人有可能的连坐赔偿 法院这么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杨律师 对 类似这样的案件 在2009年我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 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 高空坠物 当然我们能找到烟灰缸的主人最好 找不到 就像刚才超东所说 所有可能扔烟灰缸的人 共同承担补偿责任 超东注意这里不是赔偿 法律规定的是补偿责任 对 当然这个案件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侵权责任法还没有出台 但是于中区法院判决的思路 跟前面所提到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以及民法的公平正义的理念 也是依据这样的思路和理念来判决此案的 所以最终的判决结果是 一个烟灰缸判了22户人家承担赔偿责任 对 那为什么要这么判呢 对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提到公平 什么叫公平 什么叫公道 法律陷入了两难状态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这22户人家 他们不承担责任 有冤枉的 有21户是冤枉的 对 如果他们不承担责任 找不到是谁 好约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无法承受损害之重 当然你让好约一个人承受这个结果不公平 但是我们想象 还有21户在那叫冤 让他承担公平责任也不公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状态下 法律做了一个取舍 那么最终 立法的理由是什么 也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非正义的结果 大家分摊一下 可能相比较而言更加正义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 对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节 是 看来啊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这是在不公平当中最大的公平了 那么在国外是不是这套法律 已经相对的成熟和完善 对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立法力和立法规定 那么其大致的思路也是这样诠释公平正义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让22户人承担了这个补偿的结果 好月得到了公平正义 那对那22户我们也要特别关注一下他们的感受 所以法律用补偿 没有用责任 没有用赔偿 而且在诠释这个公平正义的时候 我以为啊 法院判决的时候依据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商榷 那么如果用公平责任原则可能更为合适 因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它的前提是要有因果关系 有侵权行为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22户当中有21户是不可能有行为 也不可能有因果关系 对 所以你用过错推定 这样的原则可能对于22户人家 他不好接受 那么人家从情感上说 我就没有过错 所以在法律实用上 用过错推定有点障碍 所以相比较而言 我认为用公平责任原则 更好的权势 公平正义更为妥大 好 明白了 刚才杨律师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这种判罚的结果是有法理依据的 而且他已经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 那既然是这样 而且在国外也是相对成熟了 为什么我们国人在接受这套公平的判罚 和他的法律的时候 却显得举步维艰呢 纯伟 因为在中国人更多人的心理当中 第一 冤有头再有主 我既不是冤也不是再主 你为什么要找我 然后第二的话 很多人心里面是什么 门前自扫写 不是说我要去关注到别人 我把我自己的这块管好就行了 甚至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建议勇为 大家都要去考量 我是否要建议自为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先保护自己的利益 才去想能否帮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让我去承担公平的原则 你要让我去承担 所谓的道德的这种 标准的塑造的原则 所有人就会觉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吗 这不是社会该做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就因为买了这的房子 因为处在一个可能的位置 我就得去赔这八千块钱 而且我们要知道 那是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的八千块钱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史上最贵的这个烟灰缸 让我们承担了 我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 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是 郝先生赢了官司 而22户居民是输了官司 但是官司输归输 在执行上 也就是在赔偿这个问题上 他们都一致拒绝 那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 十多年过去了 单看建筑 绝田湾正街并没有太多改观 但时过境迁 22户被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郝月申请恢复执行 居民们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2014年6月 记者来到案发地 绝田湾正街65和67号 14年间 房屋买卖租赁频繁发生 22户被告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搬走了 记者在67号挨家挨户敲门 终于在11层见到了被告之一 张光月的妻子 她提起这个案子至今 情绪激动 我认为啊 她本身就是一个错案 就不要挫上再加挫 而且那个烟缸 这么高掉下去 如果是仔细侦查的话 那么 那个重量和那个自由裸体运动 会砸死人的 怎么那个烟缸还是个好的 除了楼层高度 张光月的妻子还提出了别的理由 案发时丈夫住在另一间 不临街的房间里 而且张光月从来不抽烟 家里根本就没有烟灰缸 我可以给你举出 他几十个朋友都可以了解 他是根本就不会抽烟 而且厌妇抽烟 张光月的妻子 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 他说 这么多人蒙受不白之冤的根本原因 就是警方没有破案 要求破案 我相信现在的司法部门 还是公安认证去搞这个事 那是搞得通的 不会说 折磨不了 张光月的妻子说 他这两天又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 但他根本不会理会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而在67号三层 记者见到了另一个 同样收到传票的被告 夏泽源 他至今保留着当年打官司的各种材料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翻案 召会公道 当年为了写答辩状 中学文化的夏先生认真查阅了相关法律 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个如果扔出去 这个伤害人家 那就是故意伤害罪 就是刑事犯罪犯罪 也就是说 这个官司部使以民事 民法通质16条的这个举证道指 应该是他好要告我的话 他要拿出证据 我伤害他的证据 是不是 不应该我要拿出我的证据 不仅对判决的依据有意义 夏先生还对被告的范围界定表示怀疑 夏先生提出 最早郝月是要起诉对面的59号 但因为郝月的父母当时也住在59号 邻居施加的压力太大 他才改为起诉65和67号 当年判决书下达后 夏先生并不认可 他拒绝支付执行款 并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失业证明 他一个人的冤枉 操纵我们二十几副 那么多人的冤枉 到底这个得失是谁大 这个法律到底是维护了公平没有 他法律维护了 他得到了赔偿 我们三二十四家 这么多人一家最少有三口人 是不是 这是多少人受到了伤害 确实这个事情 应该是派公安局破案的事情 公安局破不了案的案例 很多嘛 是不是 如果这个人当时是死掉了 是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 这个很简单嘛 是不是嘛 这个到底随便摊在谁的头上 都很不服这个气的 过了十多年 如今旧事重提 夏先生感到好不容易恢复平均的生活 又被打乱了 我在这里他要扣我的钱 就很容易 所以说现在一个人 你不管你家里怎么太贫困 多少都有点成款嘛 那八千块成款肯定是有的 我现在就很纠结嘛 八千多块钱也不是小数 就是我们在平时省吃节用的 现在就是自己也退休了 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是想 以后生病 他想自己多存点钱用 据了解八十二户被告 如今还在案发地居住的只剩下下家和张家这两户了 而且他们拒绝执行的态度很明确 后来记者联系上了当年把全额执行款交到法院的被告 魏茂和 他说钱虽然交了 但他并不情愿 我赔这个钱是理性我们法律文书 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义务 但是我赔这个钱不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这个事情话得很清楚 魏茂和说八千多元钱本来不算什么 自己多年来收获了不少荣誉 资助了不少人被多家媒体报道 但颜辉刚来让他大钱不收还赔上了他最在乎的名誉 邻居们不理解他自己也有苦说不出 你这个事情十来年了 我自己一直在我心里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冤难 也是一个错案 赔了也没想通 赔了也不肯定 我赔了以后我更想不通 为什么 我是又赔钱 我不是被告又当被告 我赔了钱还被这些人骂 反过来我在当时在群众中在学电话 还跟我差着一个负面影响 心里不平寒 真的不平寒 这个事情真的是 我一生中我感觉是我最被挨的 因为我当代表 我对口也是跟工检罚联系工作 所以说我感觉 我都自己的活发权益都得不到维护 我真的是很难受 我不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好 是我们法院的运用法不大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轰动全国的重庆燕灰纲案 在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后 那些激烈争吵似乎都失去了意义 而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 还是执行 当时的执行 我们的措施和手段还比较有限 还有就是当时的那个网络查询也没有 财产线索也不好查 接到郝月恢复执行的申请后 与中区法院成立了8人的执行组 与公安机关合作 重新提取了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 对其银行存款 房屋 车辆 工商登记等情况 进行了逐一查询 现在我们和19家商业银行 在重新提取范围的 已经建立了点对点查询系统 如果查询他们在银行有存款 我们可以直接扣花 如今的执行方式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执行的效率将大大提高 只是20多户居民多年的心结 能否解开呢 强制执行是否会暗藏其他隐患 就在记者采访时 接到传票的一位被告来到了法院 这件事情发生了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始终始终是 她心得始终是一个事 所以让我们觉得也很远往 钟先生称 2000年案发时 他的房子已经对外出租 但过了一两年才打官司 租房合同也找不到了 他觉得自己太冤枉 加上妻子重病经济困难 才拒绝执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件事总是一块心病 在发运的帮助下 钟先生和郝月达成一致 半月支付执行款 重庆延辉刚案的执行难题 就这样逐渐破解 郝家人期盼已久的公道 逐渐降临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 近些年来 全国发生的多起高 其引发的对生命人性的探讨 和对公平正义的思考 似乎一眼一眼 22户居民 其中有21户 肯定是被冤枉的 那么事已至此 在谈到这个免责的时候 他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理由 比如说有人说 我们家里边就根本没有人抽烟 怎么会有那个烟灰缸呢 还有说当时我们这房子租给别人了 租给谁呢 对不起 由于我这个租赁合同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我找不到那个人 再有两户 在事发的当时 干脆已经搬离了这个小区 那么这些杨律师 是否都能够作为免责的前提呢 对 上述理由对于确定最终赔偿的 这个主体的范围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亲切责任法也特别明确规定 如果你能够证明 你明确不可能的去 高空抛物 可以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但是理由有很多很多 那比如说刚才潮东列举了一些 有一些我认为法律是可以支持的 比如说我能够证明 我根本就没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排除在高空坠物的范围之外 比如说我能够证明 虽然我楼层比较高 但是我们家的窗户是朝南开的 而你烟灰缸是从北面抛过来 我无论如何再高的技巧 我也抛不出来 扔的又不是飞镖 对所以这种情况可以排除的 但至于说有人说 我们家从来没人抽烟 这个法官就要权衡了 不抽烟不等于没有烟灰缸 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所以最终法院就要在所有的住户当中 进行中和考量 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 但是我们提到范围越小 公平程度越高 范围越小 你可以排除的不公平的因素就越多 当然如果最理想的状态 范围聚集到1的时候 那就找到了 那是最公平的一种状态 当然很难 所以最终法院在权衡因素的基础之上 确定了二十几户人家 对 现在流行这词叫躺着中枪 21户居民无一是躺着中枪的 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那春卫 我想让你给阐述一下 你认为怎么样才是公平的 你对公平的这个理解又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看到 其实是被审判的是22家 然后加上这个当事人一家就是23家 就是23种公平的所求 所以23种公平的一个结果 然后现在的话法院支持了一家 然后另外的这22家当中 其实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审判的原则 每一家都是自己的福尔摩斯 他们的福尔摩斯探索的是什么 如何把我自己免掉 但是不管怎样来说 法律是一个判决的 然后刚刚杨律师就说的话呢 就应该按照公平的原则去做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你会发现这22家当中 每一个人都提到的恰好是公平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当你要用公平这个法律原则 去审判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 我遭遇的是最大的一个不公平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法院当时判的时候 可能技巧还挺高明的 对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平的原则 那最后我们怎么统一呢 杨律师 对 就像春卫刚才说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内心 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的话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公平 那这个社会秩序就大乱 所以最终我们必须统一到 法律所认可的公平原则 所以这个侵权责任法的 这样的一条规定 它是在艰难的 每个人的公平的抉择当中 最终找到的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公平 所以我们在这个判决当中 你无论怎样判 都不可能做到所有的群众 每个人都满意 是的 对吧 当这里判到公平的时候 我想特别强调 不能以人数的多寡 那么有的时候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好像那些不满意的 二十几户人都不公平了 只让一个人公平了 但是我们要权衡 如果说反过来 让这二十几户都满意的话 当这一个人不公平 它所导致的社会效果 太惨了 太惨了 对 好 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这位朋友一路畅通 你常听北京交通台吗 他说我觉得和人身的伤害比较起来 赔偿点钱 不算什么 如果是我 我就赔 刚才杨律师说了 这不叫赔偿 叫补偿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条 这位朋友 说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是不是以后破了案 这些赔偿款 就能够让凶手返还给大家了 这是当然的 那这还要一个问题 在没有找到所谓的凶手之前 现在法院是强制执行的 办法是 你既然都有账户的存款 我给你强行的扣除 这种方式您怎么看 那这毕竟是一个生效的判决 他再有争议 我们也要尊重 所以强制执行 显然是符合法律的一种手段 当然有些住户 他拒绝执行 那拒绝执行 按照法律规定 他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制裁 比如说 一个五岁的孩子 被父母遗弃 他是保姆 却声称 要卖掉这个孩子 你拿不出来 你说不要的话 我要卖掉 孩子的父母究竟在哪里 民警各处寻找 谁能给他一个家 保姆变养母 热线时尔 明日不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